一直有朋友问我说呀 为什么不发吕布的视频 说我是不是不会玩吕布 其实不瞒大家说呀 吕布这个英雄 是我打王者六年以来 第一个买的一万八的英雄 也是第一个红色熟练度的英雄 我对他的感情 可以说是皇帝 对自己的第一个妃子一样 早早的打入冷宫了 开个玩笑啊 许久未完 但依旧宝刀不老 这波百分百扛烧 足以证明 我这上单扛压王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 这把对线理性 我基本上是不会用吕布打理性的 因为那样理性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这样一来他就只能猥琐在塔里清兵 那我跟谁对线去啊 就会导致我赢得了比赛 但失去了快乐 但是这把我为什么要发出来呢 因为这把我被针对了 那这局不就精彩起来了吗 远哥来了 先不要着急劈他 等摇过来 连人带傀儡一起劈附魔 二技能招角度 三个单位一起吸 就这两波细节 你能说我不会玩吕布 一个优秀的吕布 不仅要有操作 还要有暴击 显然我没有 不过没有关系 我始终坚信 唯有逆风的视频 才有教学意义 小哥我跟着你学技术 已经一年没有打过巅峰赛了 可是你 你上不去王者能怪我吗你 先别管这么多了 这边我被理性偷袭残了 你看我怎么操作他 兵线来了 先吸个盾 残血吕布 最重要的就是拉扯 通过草丛拉扯 他四个二技能 一下都没有打中我 出去劈他一刀 负少魔 二技能再吸个盾 注意看猫咪下来了 我说这个时候的理性 已经到斩杀线了 你们信吗 刮一刀 A下买个护甲 大招躲避致命伤害 落地二一技能 可恶的圆哥 兄弟们 你们可能会觉得 刚才那一波 就算圆哥不下来 我也是会被理性反杀的 但是以我多年 纵横峡谷的经验来判断 理性当时只剩半关系 而且他的一技能刚交过 他只有二技能 我落地二一 他秒不掉我 配合猫咪的炸弹 是能反杀的 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源于对伤害的精准把控 带走理性之后 要时刻关注小力图 就向这边 哎 我看见了我自己 虽然这个吕布 也是一闪而过 但我知道 这个圆哥在埋伏我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对学良的精准把握啊 砍一刀 惩戒加速 直接跑 不知不觉 有点小泥疯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先杀个理性 吸个盾 他开大招了 等他交易技能 劈一刀 这个时候他是没有霸体的 开大直接击飞 圆哥一直帮他又怎样 还不是被我 为什么光抓我呀 这说起来也挺离谱的 我明明觉得自己 很会玩这个英雄 为什么 却只能说到 把控血量 让自己不被打死 其实铁哥你这 从某个角度来讲 也是挺厉害的 不行了 我得拿两个人头了 云莹可以杀 吸个盾先附魔 哎 张飞给我喷走了 我没附魔是没有伤害的 这不过也是让云莹 给东方要换掉了 但是没有关系 瑶瑶公主想跑 吸个盾 减速 我一刀 你这是不管玩什么英雄 都把队友平蔽了 不是 刚才我有点送的嫌疑 再加上队友此时情绪比较激动 我打算先保一下平安 时间来到九分钟 我们也是慢慢的好起来了 当着理性的面 把他打开了 别着急 先附魔 然后张飞 你又给我喷走了 完了 这一喷 我恐怕是打不过了呀 这伤害依旧计算非常精准啊 我撒腿就跑 看能不能回去抢个人头 吸个盾 人头没有抢到 但是没有关系 队友发信号了 证明有人下来了 我们赶紧往回走 看能不能让队友接应一下 哎 发现东方要了 哎 不对 那是个假的 哎呀 文元哥的都是骗子 吸一枪 能走吗 其实吕布这个英雄 大家喜欢他 不只是他前期的对线能力 后期的无敌战神 才是吕布独特的魅力所在 这波绕后 绕了个大后 先附魔 这吕布跳太高了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高空坠物啊 有差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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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有差畅的